锁定制特别休假 工资应由雇主照给 雇主经证的劳工同意 于休假日工作者 工资应加倍罚给 应季节性关系 由赶工必要 经劳工或工会同意 照常工作者一同 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委员会 所提修正动议第39条 第36条锁定制立假 第37条锁定制休假 及第38条锁定制特别休假 工资应由雇主照给 雇主经证的劳工同意 于休假日工作者 工资应加倍罚给 并应于事后补假休息 应季节性关系 由赶工必要 经劳工或工会 同意照常工作者一同 民主经证的劳工同意 所提修正动议第39条 第36条锁定制立假休息日 第37条锁定制休假 及第38条锁定制特别休假 工资应由雇主照给 雇主经证的劳工同意 于休假日工作者 工资应加倍罚给 应季节性关系 有赶工必要 经劳工或工会 同意照常工作者一同 时代力量 立法院党团 院会所提修正动议 第39条 第36条锁定制立假 第37条锁定制休假 及第38条锁定制特别休假 工资应由雇主照给 雇主经证的劳工同意 于休假日工作者 工资应加倍罚给 兵役于事后补假休息 应季节性关系 有赶工必要 经劳工或工会 同意 照常工作者 一同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发言 总共有三位委员登记发言 我们也同时截止登记发言 第一位请黄国昌委员发言 第39条的条文 时代力量所提出来的修正动议 本来是配合一粒一架的制度设计 所以才提的 那因为我们在前面一粒一架 这样子一个修法倡议 并没有得到其他同仁的支持 所以我在这边代表时代力量 把我们39条的修正动议 撤回 因为在表决的话 事实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表决 接下来请陈一鸣委员 陈一鸣不在 接下来请柯建明委员发言 首先 感谢时代力量的对三条的撤回 那三条是本席代表 民主金融党团所提出的 很简单 只对于一修 那修行力的定义 那修行力不是无薪假 就这么简单 今天你已经到尾声了 我想三十八条过以后 大家的意见应该不会差太多 但是本席今天还在这里谴责国民党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 审查到一半 还没完毕 就跑去外面开记者会又乱骂 今天所有的问题 是国民党时代 留下来我们再擦屁股了 所以今天我要再来谈一个 政治是要 我们要面对一个多元尊重与包容 政治是要负责 是要承担的 政治当然也不是 那也不是表演化妆抹黑攻击 但是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政治绝对不可以真功为过 三十八条 看得到吃得到 我在这里很负责的讲 所有社长团的方向都一致 只是文字的问题 怎么刚才被Freddy讲成 是他们提出来的 我不希望 大家要凭良心讲话 这样才是政治品质 今天我在这里 在整个条文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要告诉各位 外面 工作团体乃至于教室公会 他们做运动的 绝对尊重 我们不会跟他计较 我们在这里面是要负责专业的 民国八三年时候 二代建拔法 在这里三天三夜审议 工作团体指数也是 是尊尊起义 早年他从哈务大学收视回来 在审查 全民建拔法的时候 是因为三天三夜 到最后一刻 要通过的时候 曾尊起和一些所 延始工作人 从二楼之后直接跳下来 我很佩服他们 到了今天 外面的供应团体 他们坚持他们的理念 他们的想法运动 我们都同意 当年曾尊起是从楼上直接跳下来 跳下来以后 追打刘宗帆 走过我们台湾民主 在这个地方已经24年 我们看到整个民主的发展 有风风雨雨 今天在这个结束的时候 这关键条文就过去的时候 我要告诉各位 义法院是个专业的地方 民主进入部堂 在整个劳务计划修正上面 现在登记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处理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撤回 不再处理 所以针对本条之表决顺序为一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二 民进党党团提案条文 依序进行表决后 如果其中有任何议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不用表决吗 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案子 一个是我们原来的提案 一个是我们的修正动议 就是民进党团的提案 所以我直接就处理 第一个案子 表决第一个案子 好 那主席在这里直接询问 针对第39条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我们就照这个案子通过 有疑 没有 我们宣告第39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继续处理劳动基尊法